本死以光收而已 收尽一切无量 光跟收表发的 光表空间 受表时间 光是横并设法 受是树清三级 三级是过去现在未来 横树交涉了 这就是发解体 阿弥陀佛是什么 阿弥陀佛就是发解体 举此体 做弥陀生土 弥陀的生是发解体 极乐世界这个过土 也是发解体 一切举此体 做弥陀名号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是什么 是自信的名号 真如本性的名号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念自信佛 那我们要问 西方世界 有没有有 阿弥陀佛呢 有 那不是没有 那是真有 由这是像 性像是一不是二 不但性像是一不是二 自它是一不是二 整个宇宙根 我是一不是二 这个事情什么人懂呢 又说我们越迷惑了 其实是真的 变法界 虚空界 是沙门 一直也呢 这是禅宗 又民的公案 许多人都能说得出来 真话 这是奇如境界人 所说的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呢 实觉和本觉 是自信本觉 是自信本觉 十本不二 神是众生 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不二 实觉跟本觉不二 古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佛人不可不知此意 我们今天念佛在这很多 几个人懂得这个意思 不懂这个意思 不懂这个意思 念佛不相应 所以叫有口无心 如果你懂这个意思 如果你懂这个意思 那你会念 会念佛的人不可思议 怎么说呢 大师至菩萨 原通章上讲得很好 一佛念佛 献千当来 必定见佛 自得心开 这个心开就是 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用念佛这个法门 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 理心不乱 所以念佛 有人得理业心 有人得思业心 有人得功夫成片 有人什么也得不到 心还是一团乱造造的 这个问题 就是你会念不会念 你相应不相应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念佛堂 诸位想想看 这个经教 经教不是知别的 往生经 往生经里面最低限度 阿弥陀佛要细讲 为什么呢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个佛号会相应 不可思议 要是理不清楚 境界不清楚 方法也模糊 念佛的时间 纵然长 因为你念佛不相应 你与自信不相应 自信就是佛 与自信不相应 你跟阿弥陀佛 我们平常讲 阿弥陀佛的心 心愿 阿弥陀佛的心 心愿解形 我们平常用这四个字 念念之中 跟阿弥陀佛 心愿解形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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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你一心不乱达不到 可以做到四一心不乱 与阿弥陀佛的 心愿皆行相应 那么这个 你对于教要不通 你就很难了 也许有人要问 自古至今 我们看到许多念佛往生的 老太婆老阿公没有念过书的 不认识自己 从来没听过教的 他什么也不懂 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他怎么会成功呢 这一段人不能小看 他得善根父的因缘成熟 他没有往里